過去有一部電影叫做《辛德勒的名單》 今天我跟介老師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精彩絕倫 這個故事叫做《愛波斯坦的名單》 當然這個事情在美國有一陣子了 不過最近隨著美國的紐約地區法院公開了一些文件 我覺得這個裡面的劇情比美劇要驚悚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這個15份新解密的密封文件將近有5000頁 總共上面出現了187個名字 你就看到在美國所有赫赫有名的 政界的 商界的 企業界 法律界 娛樂界等等 大腕都在上面 還有好幾位美國總統 這個我先請介老師談一下 就是我們先還是跳快點 跳到這個年底的選舉 你覺得對於美選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慢慢會有影響 慢慢會 對 因為涉案的比較多是民主黨的 對 共和黨現在雖然沒有掌握政府 但它掌握美國政府重要的機構之一 就是美國眾議院 這個故事其實相當的複雜 它牽涉到姓 牽涉到未成年少女 然後牽涉到金錢跟權力的交換 那裡面可以說是湊不可聞的一些交易 那主要是這個美國有一位富豪艾波斯坦 那他過去是從這個財務金融起家的 後來變了很有錢之後呢 就買了很多的這個房地產 那他去買了一個這個小島 這個美水圍軍群島的一個小島 那在這個小島上呢 他有非常多的豪華設施 他就用它來招待自己的權貴朋友 當然權貴朋友想當然會給他一些好處 但這個招待可不是什麼龍蝦鮑魚 可不是這些 而是呢 他用誘騙利誘的方式 找了很多的未成年少女 到這邊來提供各式各樣的性服務 因為它是一個這個小島 孤懸在海上 所以很多少女呢 因為這個錢的關係被騙來 那發現真相之後想逃也逃不出去 因為據說上面都是監視器 所以現在有很多少女 慢慢慢慢隨著時間的這個遞增 他現在已經成年了 那在法院上這個出庭作證 所以講的很多訊息 讓大家驚呆了 不過最新的這位女士 她現在已經成年了 她出來講的這些 有提到一些名字 但是大家最受瞩目的嘛 第一個我們當然還是先講講川普好了 因為在這個名單裡面 大家第一個想法 川普一定有 大家想當然覺得川普有 他沒有就太意外了 但反而就是讓大家意外 好像到目前為止 受害者的證詞當中 並沒有扯出川普太多的 不法的細節 或是太預舉過分的一些舉動 倒並沒有 現在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只有掌握他們去過 去過多少次 比如說他去過70次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就是說 到底去了多少次 而且他我看有一些證詞 是比較側面的 有些受害少女的作證說 我有看到他跟這個艾伯斯坦 坐在這個大廳的門廊那邊 兩邊在談話 他們兩個確實是很好 過去有很多照片 川普年輕的時候就跟他認識 而且白宮的會客記錄 艾伯斯坦進白宮 尤其在川普 那是克林頓 克林頓 克林頓時間 對對對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裡面就變成就是說 還有一大堆證據還沒有出來 對這個季老師講的很對 因為主要是這個 受害的少女有上百人 那現在出來這個做證的 大概就是鳳毛麟角 所以他們講的就是 他們個人所經驗到的 可能是一個局部而已 所以他們講的並不見得 是全部的一些細節 那當然在目前為止 這個證詞當中 感覺上對於川普 並沒有太直接有力的 一些這個指控 倒並沒有 那這是川普的部分 所以這100多個名單 大家說第一個 最意外的是川普 他竟然沒有 他竟然好像 他竟然好像 好像比大家想像的 要這個乾淨 要簡單一點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 大家覺得 這個最讓大家意外的 還有 還有霍金對不對 美國的物理學家 對 他可能怎麼去的 我都不知道 開著他的那台 那個 不過他 就是說大家都問 就是說他去幹嘛 他能幹嘛 對不對 這個島 大家後來就戲稱羅莉島 羅莉 大家知道嗎 羅莉這個詞是從日本出來的 專門指那個未成年的少女 大概16歲以下 都用這個羅莉來稱呼 有沒有 就日本少女都畫得很可愛 眼睛大大那個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叫羅莉島 那羅莉島呢 因為這個愛波斯坦 他很有錢 他有三架私人飛機 就被稱為是羅莉快遞 或是羅莉快車 那去的人都是坐他的這個車 所以霍金可能也是做他的這個去 那當然到那邊 也公布了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呢就看到 當然不只他一個 旁邊有少女沒有錯 但是還有一些其他的 包括學界的人 他們可能是參加想學術聚會 之後到那邊去放鬆一下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想他等於是廣結善緣了 對 或者他也想去看看嘛 湊湊熱鬧是不是 對因為他是個富豪嘛 你知道美國這個社會 最崇拜的就是富豪 對 美國人的心目英雄都是大富豪 對這個國家是很拜金的 那赤裸裸的拜金 所以富豪願意邀請去他的私人島嶼 我覺得對很多美國人來講 那是極大的誘惑 對 那我覺得他去結交這些學者 可能是另有作為 可是結交這些政客的話 就是有問題了 那這些政客 尤其在他任內 如果還跟他有這些互動的話 那這些問題就比較大 對 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這是在美國政治上 一個很大的一個怎麼講 尤其在政客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恐懼 對 如果這個案子跟他們牽連上 最正確鑿的話 他可能整個完所有的這個名聲 全部會垮掉 對 因為剛開始知道有這個事情之後呢 這個名單都是用這個匿名 什麼無名式編號 無名式編號 那現在慢慢的解密 所以這個名單 稍後大家在這個畫面當中也看得到 那個名單裡面有非常多重量級的 其中登島第一名的冠軍也很讓人意外 因為跟他的人設反差太大 這是一個這個美國的哈佛法學權威啊 這個德肖威茨教授 他去了137次 因為這個教授呢 在美國法學界是非常有名 然後著作等生 但是他的這個著作都是把調子 拉得很高啊 什麼權威啊 這個憲法啊 什麼人權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對照他去137次 也讓他的人設感覺上瞬間崩塌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英國的安德魯王子 去了76次 那當然消息傳出之後呢 讓英國皇室非常難堪 英國國王也很憤怒啊 禁止他出席所有皇室的公開活動啊 那其中有個吳明氏36號 吳明氏36號被解密了 這個人呢就是克林頓 當克林頓以前在白宮的時候 就跟這個女實習生有沒有 鬧得沸沸揚揚 他信號餘色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他總共呢 他26次搭了這個蘿莉快車 登到73次啊 好像就比較不讓人意外啊 那你怎麼看待克林頓 他也是民主黨嗎 聽說他太太也去啊 他太太也去啊 他太太也有太太版的傳聞啊 居屍哦 對對對 所以就變成就說 克林頓我是不意外啦 不過他如果是在他總統任內的話 那就很大問題啊 他做了八年總統 那事實上他這個 這個 這個 艾伯斯坦 他基本上他在白宮的這個訪客 他在克林頓做總統 他去了白宮17次啊 這個才是問題啊 對 可見兩根交情很不一般 很不一樣 川普他在進入公職前 他就是一屆平民啊 他要跟誰交往就誰交往 我們還看到他以前跟那個 美國的那個所謂的職業摔角 主席也是好朋友啊 他是三教九流都來啊 還不跟那個職業摔角選手 還在這個 這個大庭廣中大打出手嗎 雖然是表演啊 可是他那時候不是美國總統 克林頓是美國總統 而且他在這個 任職期間交往這些 跟這些人交往 這麼有爭議性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出來 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怎麼講的說明啊 不過他現在也已經 不在乎了啊 那他太太也沒有要再參與這個政治了嘛 那如果說今年的 如果說是 拜登 無法逝世出來 這個選這個美國的下一任總統的話 人家已經說好了 是屬於現在的家人 加州州長了 沒有人在談 克林頓 對 那這裡面 除了這個克林頓家族 還有一個歐巴馬 對 對這兩個才是炸彈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不管說如何如何如何 因為中間發生了好幾次滅口心 對 這個就是最可怕的 這太可怕 包括愛博斯坦 在事發之後呢 他幾乎一概不承認 他只承認 就是這個介紹 這個少女賣淫這件事情 但後來他坐牢 他坐牢之後呢 他在這個2019年的8月10號 在獄中離奇死亡 那說實說是上吊 但當天就這麼巧 這個獄卒剛好不在 對 攝像機剛好壞掉 他每30鐘 30鐘要查一次啦 結果就30分鐘沒有 對他的傷口看起來 也非常的這個古怪 不太符合這個 他的舌骨斷掉了 對 舌頭骨頭會斷掉 人家說不是自殺 而是怎麼樣 是被背後強力窒息而死 對 舌頭的骨頭斷掉 對 所以他但問題是 但是他在這個死亡之前 幾個月他曾經親口講過 他說我是全世界最不會自殺的人 對 那就不是自殺嘛 對 然後在他的死亡現場 發生了一張紙條 告訴大家 這就是我做的 沒有任何別人幫忙 說他那個字跡 他媽媽都不認識 對 此地無銀三百兩 然後呢 這個Hillary在後來參加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 那個電視節目主持人也蠻有腫的 就問他 說你到底怎麼弄死愛波斯坦 直接問他 Hillary的反應很特別 他是哈哈大笑 這個反應也讓大家毛骨悚然 對 他就是不曉得怎麼回答 因為你知道Hillary 他們設計好幾窗命案 在2007年的時候 他還在Arkansas的時候 Hillary的一個好友 他的密友 男性密友 突然也自殺了 那 那時候就傳聞紛紛 事實上跟著Hillary的這個好 跟他先生的政治上 一直都在傳 這個男的怎麼死了 對 對 那這一次 前這個 這個阿波斯坦名單出來以後 前一陣子有一個 那個Clinton的助理 對 也離奇死亡 也是 也離奇死亡 而且他的自殺方式也是很奇怪 對 好像跑到一個荒郊野外 然後呢 好像 既上吊 又拿一把槍把自己打死 那個人家就說 這種自殺方式也是很奇怪 對 所以你看已經 光這個案子 這是兩個命案 那個Hillary 2007那個我們不提 對 那可是Hillary 這個Clinton一個助理 也這個事情 他也 也離奇死亡 還有一個 審理這個案子的法官 法官 對 他也突然 被人家攻擊 他是個女法官 女法官 對 他公佈這個相關資料的女法官 對 那麼他好像兒子被打死了 他是一回家 就被歹徒開槍掃射 掃射 那這個兒子死掉了 丈夫重傷 他活下來 就全家慘 幾乎慘遭滅門 對 差一點 所以涉案的人 已經死了三個了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這個 艾伯斯坦的女朋友 也就是人家說 這個案子中間的勞保 這些女孩子 未成都是他找的 對 這個目前還在 關在街道裡面 對 那他可能也知道 內情有很多了 他也很危險 他也很危險 剩下來的就是說 那些數非常多 被拉到那個 那個所謂的蘿莉島上的那些 未成年少女 對 他們的證詞就 可是問題就發生了 三起命案以後 你想這些相關涉案人 還敢講話嗎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有人在封口 有人在恐嚇 知道人不要再說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害人聽聞的一個 對極度害人聽聞 害人聽聞 怎麼到了21世紀 我們想像 美國是一個透明開放法制 是 講理的社會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說登島的少女 什麼最年輕的 就14歲15歲 對 然後去了之後呢 就是這個 剛開始當然自己可能 可能就非常震驚嘛 想逃跑沒辦法 那後來就掉到這個 金錢的漩渦裡面 對 然後就被埃博斯坦要求 介紹更多的女孩過來 對 所以有的一個拉七個 拉八個 就是這個前波後繼的 到了這個島上 對 你怎麼看待現在的美國 這幾乎就是一個 怎麼講這個 除季的概念了 我覺得美國這個社會 其實它是各種罪惡 不斷在上演的 而且到現在還非常 這是高層上流社會當中的 從上到底通通都是問題 而且他們的媒體認為所有都會揭發 不會 很多事情都沒有 那這一件事情我認為 這個裡面有一個叫 美國人常講 今天最近那個誰也在講 那個 川普也在講 叫deep government 意思就是說 一個深層政府 一個深層政府 是你看不到的 可是它在運作 在影響這個表面的政府 這個深層政府 那我認為這個深層政府 它可能認為就是說 它是在提天行道 怎麼提呢 它保護美國的利益 保護美國這個國家 它在做一些怎麼樣 它可以用一些 最卑鄙最不能夠被接受的手段 去維護美國國家的利益 這就是deep government 他們自認為在做 甚至他在賣武器給別人的時候 他講說 他怎麼樣合理化 他說我在保護美國這個偉大國家的利益 雖然我做的是怎麼樣 是暗殺 是毒 下毒 是什麼栽贓 是什麼毀謗 可是他做這種事情 他說我是為了一個正義的原因 這個就是這個deep government 最重要的這些 deep government是什麼呢 他們事實上可以掌握美國 都用非法手段掌握美國 你不要忘記 你看美國 這個政治是非常非常殘酷的 我們講別的好了 那個Martin Luther King 美國的人權的 他怎麼死啊 到現在查不出來 他在 他在事實上是一群槍手 在他旅館對面 拿著來福槍 碰一下把他打死了 在旅館裡面 你可以去看這個美國的民權的 那有人說 很多報導現在說 是陸軍的情報機構 美國每三軍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 有人說他們老早 follow他很久 就是要把他幹掉 因為他們認為他有問題 還有美國在民權運動 還有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 比Martin Luther King 更 更有影響力的 哇 那個人是一個天生的山 他叫Malcon X Malcon S也是被殺了 也是被殺了 而是他內部裡面的人去殺的他 那人家說這個裡面的 為什麼會最後去把Malcon X殺 這兩個對當時美國這個國家的怎麼樣 領土完整統一是有威脅的 Malcon S主張什麼 他要在美國建立一個黑人國家 這就是分裂美國國土 最後他被一槍逼命 然後呢 美國的這個 甘乃迪總統 怎麼死了 你現在去達拉斯 你去看他那個 他的那個甘乃迪被刺殺 很厲害 行動的一個 然後他在很遠的地方 用來風箱砰一槍打死 哇真的是很恐怖的 而且打得非常的準 那也有人 而且問題那個兇手 你知道 他被另外一個人 在當眾之上把他幹掉了 是當地的一個警方的人員 所以你看這些案子破了嗎 對掃射這個女法官 全家的這個兇手 後來也是死亡 後來是死亡 對 所以整個案子大家看到 就是在這個蘿莉島的醜聞 它是孤懸在海上的一個島 換句話說 記者無法靠近啊 狗仔隊也拍不了啊 你只能搭他的這個專機過去 所以有多少的黑色內幕 在這個裡面進行 甚至很多少女說 遭到了這個虐待 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大家就要問呢 你愛博士坦提供了少女的性服務 提供了這麼多的美食啊 這麼多的什麼這個豪華設備 給這些富豪 那他獲得了什麼 對 這個才是大家最想問的 你說這些少女嗎 還是 不是這個富豪 愛博士坦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玩事不公的人吧 對 他可能有他的這種 很多人認為說 變態的癖好 或說他想控制這些政商名流 所以當你只要過來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們有留下些證據啊 將來我有求於你的時候 這些就是掌握在我的手裡 對 他得控制世界了 對 把美國的這些首要領袖 全部控制住了 對 所以我覺得也不見得一定是 Hillary Clinton他們下手 因為他有一百多個知名的人的名單 是是 那這個知名名單我覺得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可能 就是說 置他於死地 可是問題就是說 他們這些人被滅口以後 案子都草草了事 都沒有後續的怎麼樣 去追查 執法單位就把他解案了 然後呢 美國的媒體也不太追 對 這個後面你就感覺 是不是有一個高分門在後面 對 這個是最令人懷疑的 對 那就是說美國有一個封口機制 有一個封口機制 那這個機制常常在關鍵時刻 他們可能就出來了 那他可能打的理由就是說 我是為了這個 這個這個 我們現在回來再推一個 再推一個案子 你覺得 這個 英國的王妃 對 是 這個 戴安娜 戴安娜王妃 她那個車禍 你覺得會 在有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當然有 對 因為她當時 她交的男朋友 是是 是是 是一個阿拉伯裔的 對對對 而且她過去是 英國的王妃 享有極高身亡 結果你看她 最後這個車禍身亡 後面很多傳聞 很不尋常 很不尋常 對這個部分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這個專書 報導在討論 但是這個呢 是我們看到 包括那個艾伯斯坦 她的前女友 那現在還在這個牢裡面的 這位 她也是名媛世家 她的家事也相當不錯 牛津大學畢業的 她只想嫁給艾伯斯坦 但是艾伯斯坦不敢娶她 所以後來她就扮成 勞保的這個身份 專門去找這些女孩來等等 那自己自己也這個遊刃有餘啊 那所以你看到這裡面 就是美國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的 美國政商法娛樂等等 在美國金字塔最頂尖的 那一小撮人的遊戲世界 就在這裡 但打開來看 真的臭不可聞 我覺得讓大家完全 無法相信跟無法接受 因為說實話 如果你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party啊 只是大家這個賭博啊 或是這個跟性有關 大家還覺得 人生嘛 有的時候這個 這個有錢有權任性下 但因為裡面很多是 魏成年少女 他牽涉到一些逼迫賣淫 牽涉到一些暴力等等 尤其是對於這個美國 這麼強調保護這個魏成年 對孩子等等 你不覺得非常的諷刺 這就是美國最腐敗 最腐臭的一面啊 其實這個我認為 是他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美國這個政治制度 基本上他的民主 是建立在金錢上面 是啊 他的權力 是跟金錢 必須要結合的 他不結合的話 他沒有權力 比如說 我們今天看 Desantis 他為什麼要退選 你要知道 在Iowa那一億 這個 Nikki Haley 他花了兩千萬美金 是後面有一群人 叫Nikki Haley 去打川普 那兩千萬美金 結果他沒有出來 那兩千萬就不會給他了 那Desantis 他自己的聲望 募不到那麼多款的 可是他 基本上 一看你的大勢去 他立刻就要退出 為什麼 他不肯 他沒有錢了 所以基本上美國一個玩 這個所謂高層政治 他必須要跟錢結合 所以呢跟錢的結合呢 事實上是天經地義 那怎麼結合呢 美國華府 就天天把這個錢權結合的事情 他把它怎麼樣 合法化 我在華府蠻多年 其實 其實我看到他們怎麼講 合法化 合法化到什麼程度呢 一個美國政客他下來以後 第二天他可以代表外國政府 來遊說 他有個遊說法 就給你合法的保障 你要做什麼 你做到就是申報 你要告訴我你做了什麼 但我們台灣來的都是這些 他是合法的 跟你問 你對於這樣子的制度 你覺得是不是很荒謬嗎 可是他又有一個理論 他理論說什麼 他說我們需要遊說的人 來跟我們遊說 因為這些遊說的人 會給我們提供最深入 最專業的資訊 讓我們立法者呢 就坐在這邊 有人就把他的分析拿過來 告訴我們 對這個法案的利弊得失 他說遊說是極有價值的 那這是他的 他的他為什麼要找法學教授 法學教授是把他的所有作為 理論化合理化的 所以你看美國的這個遊說制度 他是覺得 可是遊說制度 我在美國只有問過他們一句話 我說 可是問題是能夠請最好的遊說的人 都是要有錢 你一般平民 你怎麼會把你的意見找到 花200萬美金 找一群專家把你的意見 交給那些 那些立法者呢 不可能吧 所以介老師一開始就講到了重點 就是當時 這個金錢 為這個最高原則 以美國的利益為最高原則 那 但這一次 你覺得呢 一個看法 就是說這個 介老師剛剛講 美國有封口機制嘛 所以很特別啊 這麼具有爆炸性 造理說是媒體最愛 但是美國記者好像 對很多事情輕輕放下 因為對克林頓啊等等 並沒有去窮追謀打 並沒有找到太多的細節等等 這點讓我們覺得 從同為新聞工作者 覺得有點不太尋常 那另外可以看到就是說 本來他的這個名單 都是用代號嘛 幾號幾號 那最近都公佈了 那又有人覺得 美國也很了不起啊 這麼高層 這麼有影響力 這個法院檢察官的壓力這麼大 所以美國的接觸機制也是很強大 你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說 一些不明就裡的中低層的 這些司法人員 他會這樣揭露 可是他上不去 他上不去 這個案子 你看2019 這位老兄就掛掉了 就不明不白的死在監獄裡面 這個案子為什麼鬧不大 我覺得就有deep government在處理 那deep government 他可以控制住不但 不但的司法的程序 而且控制住整個媒體 媒體很簡單 我今天掌握你所有媒體 大裡面的問題 我隨時可以把你的媒體 置在我的手下 美國人 基本上沒有政治犯 可是有人叫 一到美國人監獄裡面 去了以後 他發現一大堆政治犯 政治員進去 他是什麼 逃稅 然後呢 traffic 都是這些 這些東西 他就可以把你送進去 所以呢 事實上 我覺得美國這個機制 他是可以掌控這個資格 而且是用不民主不透明 不合法的手段控制這個美國社會 他只有一個合理化說明 我是為了美國利益 這種案子 如果說全部弄出來的話 美國這些政治人物的 所有的人格全部破產光 這些人一天到晚不但講 對內講人權 講尊嚴 國際上一天到晚講人 你像他們的真面目被播出來以後 美國這個國家不是完全破產嗎 所以這個案子對美國來講 是保護美國國家利益 就必須要把他控制住 那控制住怎麼控制呢 控制媒體嘛 控制司法嘛 對 那可能中間這些啊 搞不清楚的法官 他受到 受到檢察官 受到了 暗示叫他不要再追查的時候 他如果還不聽話的話 那就直接制裁啦 就靠什麼 就靠制裁力量啦 就把你的 就掃射啊 就把你做掉啦 對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deep government很可怕 對 然後這些 也掌握極大的這些 怎麼講 大量的訊息 對 然後他也有他一個 秘密執法的一個部隊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那這個秘密執法的這個 這個團隊啊非常恐怖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 我跟這個季老師跟大家講的 這個美國發生的真實版的故事 愛波斯坦的名單 然後這個羅利島的這個醜聞 把許多的這個未成年少女啊 利用囚禁當成這個 上流社會的這個性玩物 中間涉及到很多犯罪事件 這是美國正正在發生 跟調查的事情 大家一一看下去 我相信選前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爆料出來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謝謝佳老師 我們下次節目中再會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你有氣味 ヽ ノ 對